各位环球的藏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带维化收藏这个节目 在今天的这个视频当中呢 咱们继续的来学习词际鉴定 那么今天跟大家介绍一下 如何辨别这个明代的青花又里红海水龙纹的这个梅瓶 它的真伪 永乐时期的这个青花又里红海水龙纹梅瓶呢 目前存饰的呢几乎是没有 只有在景德镇玉窑厂出土的词片标本里边看到过 这件出土的呢 经过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的工作人员们进行修复 才让大家可以得见当年的这个永乐时期的青花 又里红的海水龙纹梅瓶的这个真相 那房品呢 现在呢是泛滥成灾的 大家知道啊 除了博物馆所展示的之外 就是景德镇 这个玉窑厂博物馆展示的各种修复件 都成为房品追踪的目标 但是呢 房品呢 有很大的缺陷在哪里呢 第一它的幼啊没有做到青白幼 它是做的这种黄白幼了啊 第二呢 青花的发色也是非常差啊 这个如果你说它是嵌烧 那嵌烧也不是应该这个颜色 而且这个幼里红根本就不是幼里红 它就是用了一种红彩画的啊 你说的它是幼里红嵌烧也不是的 嵌烧不是这样子的 而且文式绘制的也是非常的糟糕啊 刚才大家回过头去对比一下 你看一下就能看得出来啊 龙文尤其龙腹部画的简直是让人啼笑皆非啊 仿佛所有的这些收藏爱好者都没有见过这些龙文一样 很可笑话的 那么再有呢就是它的这个底足 房屏的底足呢都是经过了这个做旧啊 来试图迷惑收藏者 但是呢我们经过对比就能看得出来 呃 永乐时期呢还是用的是麻仓土 麻仓土呢 它就是不可能像这个展示出来的这样 有这么多的啊 乱七八糟东西 你说如果说在电饼上有一些这个啊 所谓的铁离子烧出来 但是也不是这种形态的啊 它这就是明显就使用了这个做旧的方法 让它产生的这种效果 那今天这个视频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再一次感谢大家收看大为话收藏这个节目 咱们下一个节目再见